今天的依資個股推介是康師傅322 《經濟日報》投資業話早選選原因是 美元和美債息持續向上環球資產大震盪 恆指創至2011年以來的低位 策略上在美國核心通脹未見改善之前 港股仍然難以扭轉中期的跌勢 穩健投資者適宜作觀望 並且減少短期炒作 部分股份業務具有防守性 今季跑人大市 例如康師傅今季累積升2.8% 跑人恆指價跌2.1% 原材料成本仍然是 餐任公司下半年的著眼點 招商證券國際估計 中旅遊PET塑料和包裝 佔康師傅銷售成本的2成本去到3成半 目前大部分原材料成本 比起上半年高位有所回落 康師傅上半年的毛利率 安年跌2.8%去到28.2% 基於原材料價格回落 該行預期康師傅下半年的毛利率改善 全年毛利率將會回升到28.4% 明年進一步提升到30.2% 根據彭博綜合預測 康師傅今年的盈利預料跌2成4 去到29億1千萬人民幣 按此推算 以美下半年盈利跌幅 將會收窄到大約6% 去到16億6千萬人民幣 未來兩年將會恢復症增長 2023年反彈3成4 2024年反彈1成8 和兩年的預測息率分別 是6.2%和6.4% 招商銀行證券 招商證券國際指 鑑於康師傅無利率下半年 預料將會回升 預期集團年底有機會再派特別股息 到時會進一步推高股息率 康師傅股價年日來 是13元關口密得支持 策略上已持有的話 可以13元或以上繼續持有 如果成功上破14元阻力 按量度升幅計 可以挑戰16元的水平 與最新大行給予它的平均目標價相近 未時有的話 可以趁港股調整 等候12元吸納 跌穿11元就止虧 集團派發中期特別息給予市場驚喜 按昨日收市價計劃 現價股息率是9.8里 若果按策略買入價12元計 股息率是11.3里 在波動脂肪之下 它有一定的防守性